要找到五万块的薪水的工作 好像会有点难度 高薪工作难找 加上又有缴税负担 年轻的小资族 眉头都皱了起来 算是高可能需要再降低一点 看看2024年薪制提高缴税起点 以单身新鲜人为例 年所得从42.3万变成44.6万 才需缴纳所得税 而大选前夕减税牛肉也端上桌 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 因应纵手税免税额 以及多项扣主额调高 2024年单身上班族在外租屋者 年所得低于62.6万 相当于月入5.2万者免缴税 而在外租屋的双新顶客族 年所得高于107.2万才要客税 双新家庭育有两幼儿的租屋族 年所得164.1万以下免税 另外如果是三代同堂 包含两幼儿和70岁以上长辈 年所得212.45万以下 也不用缴税 物价涨了之后 其实那薪水就还是差不多 那当然就是生活的压力就比较大 但是税的部分 其实好像也没有调整太多了 面对减税大礼包 年轻人似乎还是有点无感 毕竟看看2023全年CPI 年增率2.5% 创下15年来次高 仅次于2022年的2.95% 如果连同2021年的年增率 1.96%一起看 台湾民众等于历经 三年高物价之苦 另外高龄家庭CPI年增率 更高达2.8% 连五年高于全体年增率 那随着这些央行 因应通膨的升息循环 已经让这个货币现象减缓 那预期呢 今年各国包括台湾的这个通膨压力 会逐迹的减轻 逐迹总处表示通膨已见趋缓 预估2024年CPI涨幅 将回落到通膨警戒线 2%以下 就派能成真 让民众荷包松口气 TVB的新闻 终于我们的刘一轩 台北什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